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收盘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大盘还是波澜壮阔 那砸盘开盘之后的话,经过反复震荡之后 随后形成了一个下跌局面 在5分钟级别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通道 在4240点附近的话,获得了支撑 从K线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两颗下影线在这个位置上 随后的话,出现了一个相对最近几个交易日 很难见到的连续性的强力反弹 然后短短的前后大概也就是10分钟吧 就把当天的跌幅收回 从下跌将近20个点,然后变成了上涨20个点 17,18个点吧,大概 那这样的话,短暂的波动性的话 基本上就达到了接近于40个点 我们看这个位置的最高价,4290 最低价的话,4240 然后50个点,波动幅度 非常剧烈,非常强 那从刻骨的角度来讲的话 表现的比较疯狂 是这个Facebook,Meta 他公布了一些什么产品 怎么怎么回事呢 结果从300块钱,直接掉到288 然后随后的微型反转,全部收回 这是这个 华尔街 我今天跟会员朋友们说 说华尔街 接着你是不是华尔街给你搞懵了 我说华尔街 我说确实是有点懵 我说得华尔街花姐,玩着骚 这个走位 然后其他产品的话 我倒觉得相对中规中矩 我们看一下NVDA NVDA的话 全天保持一个横盘震荡 然后尾盘的话 比大盘走的稍微强一点点 稍微强一点点 表现为横盘震荡 但是在中期的角度来讲的话 4小时级别 这个上涨趋势线一定要保持住 一定要保持住 这个可以说是NVDA的一个生命线 生命线 尽量的 一个是这个趋势要保持住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407美元左右 或者说400美元整出关口 然后一定要保住 但是从它总体的时间期走势上来看 我觉得这个位置 想保住这个点进行这么窄幅的整理 难度是比较大的 难度是比较大的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是苹果啊 苹果的话呢 我们看4小时速度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破位啊 然后反臭的状态 所以今天呢 还是下跌了一块五毛钱 所以呢 从这个趋势上来讲 苹果从4小时级别的上涨趋势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调整的这个信号 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然后苹果NVDA啊 然后还有一个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呢 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还是下跌三块六毛钱的状态啊 那么日线级别的话呢 并没有走出一个比大盘强的状态 只是呢 短期在236美元 在这个整理区间的话呢 获得了一点点支撑 那后续的话呢 就看今天的低点 235不要再漏啊 这是这几个票啊 针对于大盘来讲 这几个票的话呢 需要保住的位置啊 需要保住的位置啊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到目前为止啊 整个大盘的一个呃 运行的结构啊 运行结构 那后续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啊 在中期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上涨趋势线附近 获得支撑啊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获得支撑 个人感觉的话呢 呃 实际上这个上涨趋势的话呢 已经有那么一点点啊 要被严重考验的这么一种状态 因为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呢 这些权重股啊 很难保持住目前的这个位置啊 但非有一只权重股出现了严重破位 然后以至于影响其他股票的情况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想保住这个上涨趋势线 难度还是比较重啊 个人感觉的话呢 关注4150点到4000点之间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能支撑会相对强一点点啊 但是大方向还是反弹性质啊 这是关于指数 那比特币的话呢 26,200 呃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依然是考验26,000美元 从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双头 等待破位啊 考验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2万美元的整收关口附近了 黄金的话呢 今天啊 这个呃美元啊 走的比较强一点啊 逼近了107嘛 所以说呢 黄金的话呢 定价压力显现出来 收敛三角形 做了一个向下破位 所以呢 目前来看的话呢 短线支撑可能会在1850美元啊 在一个前面的调整低点附近 会有一点点支持 从这个操作上来讲的话呢 技术上支持放空 但是呢 操作上来讲的话 我呢 不太愿意放空 啊 这个位置的话 一旦美股出现一些 嗯 比较不确定性的波动 黄金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啊 这个保值啊 的这么一个特性啊 呃 原油今天93块7 盘中顶到94美元 那么四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 支持上涨 技术上啊 那心态上的话就算了啊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今天呢 从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呢 就是原油的话 对于这个美国通胀的影响 这是不言而喻啊 第二点的话呢 是这个 呃 美国的一个原油油库吧 啊 然后好像是啊 储量啊 达到了一个什么 什么阶段的一个低点吧 然后每个油库啊 也都出现了这种方向 那我们不知道啊 然后前一段时间呢 呃 美这个原油啊 跌到了这个70美元之后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原油储备 是不是做了一个回补 我们不确定啊 不确定 但是呢 从目前的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不知道美国啊 有什么手段去控制相应的方向 毕竟呢 现在对这个原油的定价权的话呢 俄罗斯和这个沙特啊 这个话语权会比较重一点啊 然后沙特前一段时间呢 是维持减产到年底啊 然后俄罗斯呢 呃 不用说多说了 对吧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啊 呃 然后这样的话 肯定是得对着干 呃 然后这个沙特的话呢 前一段时间 呃 这个拜登总统去沙特去了一趟 但是呢 呃 没有什么发布会啊 什么什么 没有任何消息 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进展和成果吧 呃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是原油的价格的持续走高 呃 有市场认为的话呢 如果美国这边啊 呃 这个 原油储备没有回补那么多 呃 这个原油的话有可能啊 市场升线啊 有可能说涨到150啊 怎么怎么回事 不是要涨到150啊 这拜登总统前一段时间说 让美国人都能够加得起油 这个事可能为啊 做起来就有点难度啊 但是现在的话 以洛杉矶为中心的话 这附近都小家乱都六块多钱啊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这个呃 目前看啊 原油给美国通胀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呃 不确定性的消息就是说 哎 到底美国针对于现在的高油价有什么手段 对吧 有什么处理的这个市场手段 有什么外交手段 对吧 桌面上手段和桌子底下的手段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呢 针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话呢 在这个位上你要操作 也只是日内的去操作一下啊 这一点的话呢 会比较稳妥一些啊 今天的话呢 这个天然气啊 然后是换期啊 所以说呢 顶到了这个两块九附近啊 但是呢 从各期的这个天然气的涨幅来讲的话呢 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我们看到BOIR的话呢 实际上呢 只是涨了2.58 并没有这个那么大的幅度啊 所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天然气都目前的感觉 个人感觉的话 天然气还将做调整啊 我们是以美国为例啊 我们说美国啊 这个在控制油价方面啊 不能说了算 对吧 这个在产油国的这个话语权会比较重一点 天然气的话呢 作为美国的小众产品 美国境内的小众产品 那么这个政府的话 应该还是有力度的啊 当然只是说有力度啊 万一哪天这个啊 这个人啊 这个天然气企业的管道炸了 你说怎么办 是不是 然后哪天天然气原工人罢工了 你说怎么办 对吧 拜登总统过去探望 然后说你们做的是对的 我们支持你们 这就没法弄了 对吧 这就没法弄 所以说呢 这是一点吧 然后汽车企业的话呢 周五可能汽车联合会会公布他们的这个目标啊 怎么怎么不是 反正呢 是加上加薪40% 然后工人一周要工作4天 啊 那这种状态的话呢 对于传统车企 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 呃 如果啊 比如说铁路都工人罢工成功了 对吧 政府承诺了 然后呢 前一段时间呢 是这个呃 这个这叫这叫好莱坞编剧啊 跟这个奈飞和呃 这个迪士尼啊 然后罢工了 然后现在也 对吧 也也也也也 也弹成了 对吧 如果汽车再弹成 后面会不会有其他企业效仿 其他行业效仿 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吧 我们轮番来 所有美国人都涨40%工资 那你说这通胀 想下去很难啊 对吧 美联储这边的话呢 这边加着息收紧货币 那边的话 这个财政呢 出来的这个国债 他们还得接着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左手倒右手啊 让你这个事儿 恐怕 想控制通胀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我们也看到一些美联储官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 说我们可能啊 这个对加一次以上的息保持开放态度啊 然后呢 2024年的话呢 我们可能哎呀 是到时候看情况也许降一次吧 对吧 原来我们说可能年中的时候可能会开始降 会降两次以上 对吧 现在的话要保持高利率长时间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无疑对于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呢 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啊 或者说会呃会主说非常的负面啊 那这是关于这个呃天然气啊 那么我们关注的产品的话呢 爱萨尊今天的话呢 接住天然气的这个上涨啊 出现了跳空上行 达到了两块五毛钱附近 两块四毛八吧 啊 然后在前面的阻力附近的话呢 一阻啊 然后现在做调整状吧 啊 所以我们后续的话 看看有没有啊 六块钱以下的机会 我这一直在眼科眼望的等啊 所以呢 这是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呃 大盘的一个总体的方向感啊 总体的方向感 那这个呃 从操作的层面上来讲的话呢 呃 我们还是要这个持续的做大盘的跟踪 呃 个人感觉大盘在这位上的话呢 呃 短线压力可能会在30分钟级别的55周期均线 大概是在4300点整处关口附近啊 后续的我们再看 个人感觉中期的话呢 还是一个调整的姿态呢 呃 前两天 昨天前天有人问我这个NU啊 NU的话呢 如果站在30分钟级别层面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尝试啊 当然你自己保护的话 最好是放在6块888左右啊 做一个自己保护啊 这是前两天 有朋友在这个视频过程当中问的一个产品啊 那昨天的话呢 有朋友啊 这个问了很多啊 152啊 谢谢吧 我呢 也有预测错的时候 你比如说原油 对吧 我们就说信息很矛盾 技术上支持 但是呢 呃 这个信息面真的不 你不知道美国这边突然间出了一个什么消息 啪一下就给原油打压了 这个我们不确定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呃 不确定这个消息面不统一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 你看黄金 对吧 黄金也是 对吧 这最近这两天美元走的强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大方向吧 大方向 当技术走势和消息面比较统一的时候 我们比较呃 比较愿意去参与这个市场啊 呃 然后呢 8748不客气啊 呃 5389不客气 谢谢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软 摩恩达 加拿大 呃 好久没来英联了啊 你好你好啊 呃 期货啊 然后补充缺口啊 补充缺口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盘中出现了一个剧烈的抖动啊 可能在这边上要产生反弹啊 所以说呢 我可能也参与了一个小仓位 常试水的啊 试水的仓位啊 呃 航空股现在可以买吗 已经现在也很多了 个人感觉现在高企的油价对于航空股不利啊 然后呢 现在的经济低迷 然后失业率如果再有上升的动作 可能对于这个人们出行啊 然后不无论是公干还是私干啊 然后呢 这个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影响 个人感觉航空股现在呃 还是不行啊 买买买 不买就发不了财 咱们说呢 也得看位置 看看位置 看价位吧 啊 这是关于这个 呃 昨天视频下方留言啊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啊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还可以继续啊 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转天的话呢 跟大家大概聊聊啊 呃 就是SOP吧 啊 你问的这个 这个NU啊 NU 30分钟级别啊 30分钟级别 啊 好 那行 那就再次的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啊 拜拜